也有看到一些人留言 可能会说 会来的小鲁鲁之类的 我都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 真的努力到一个程度 是可以对得起这个称号的 默默婆鲁鲁暖心面救了我 电影来不及包场给天上阿嬷内崩 那厉害的人这么多 你是要表演什么 你先给阿嬷看一下吧 当然也是没问题 前年在选秀节目 滴滴52赛季尾声被淘汰的默默 除了拍广告拍戏 跨组主持 在节目原子少年担任暖心学姐 因为有那个淘汰 我才有说服力 去跟那些也许被淘汰的人说 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永远不知道 这一次的挫折会带给你 独大的成长 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 因为那时候我刚从第五二被淘汰 还有点不确定说 自己现在的定位是什么 我就用非常暖的语气问我说 你最近还好啦 把握住所有的机会 因为你一定会在这些过程当中 遇到你想遇见的人事物 他那晚跟我讲的这些话 他一定不会记得 但其实他那天晚上 这样做得不好 露露姐一直来都是我 非常非常崇拜 想成为的那种主持大前辈 看到一些人留言可能会说 哦 未来的人是不想露露之类的 我会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 真的努力到一个程度 是可以对得起这个称号的 一封为关键到明明前辈 所有的好朋友的大家好 我是莫莫 我被淘汰了 哈喽 我被淘汰 按你的叫人家要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自带幽默 莫莫开启了主持大门 也跟师兄姜宏杰开设直播节目 没想到当时节目上为重视展开 就先被写成绯闻对象了 当下整个超错愕的 我第一次被传绯闻 就是这么大咖 就是有点小荣幸 但是 那时候留言还有私讯 真的有秘味 特别来看看小杰什么新对象 原来只是长那么丑 至少还是有人帮我讲话 对 因为大家都会说 怎么可能 那小你知道不可能 对 谢谢 还是有看到人情人论 那主要主持在演戏这一块 自己之前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可以演到电影 因为我觉得电影的一幕很大 声音很大声 我很想让我阿嬷来看 就是我没有回家的 OKOK 我们现在等纪 我自己幻想原本是说 我可以包场 然后找那些阿伯啊 来看电影 然后让我阿嬷觉得很骄傲 但是我阿嬷她在 在过年的时候去 当天使了 对 她换到一个 比较远的地方 看着我进步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我之间 跟自己的家人相处 因为无论如何 他们都会在身后支持你 我爱我妈妈也爱我爸 我妈还有这样的狗狗 还有我姐姐 嗯 都是大家 偶然 比较快乐 哪一生 本人 都会 让我来 而是